各位观众 你好 我是寇士远 上次我们在节目中间提到年老的人有十条诫命 应当注意的 那么今天跟诸位分享 就是做父母的人也有十条诫命 应当注意的 圣经传讲的真理都是平衡的 因为上帝不偏待人 并没有偏在一边 一方说 圣经教导做儿女的人要听从父母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使我们能够蒙福长寿 有福有寿是给个孝顺的儿女 人没有不希望自己长寿蒙福的 那就应当从孝顺父母作手 这是圣经非常强烈的 注重的 在这个方面的信息 同时圣经也讲到 一个做父母的人应当怎么样呢 特别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 他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生气 免得他们失去志气 你看这句话 在新约哥罗西书里面讲 距离现在 将近两千年了 这样子一个 这么早的时候 圣经居然能讲出这样的话 做父母人应当也要小心 这是历史一代从来没有别的书这样讲 世界的书只讲儿女应当如何对父母 很少讲父母不要惹儿女生气 免得失去志气 圣经敢这样说 因为是上帝的旨意 你看见圣经的真理 都是平衡的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做父母人也应当注意 有十条诫命应当注意的 第一 根据圣经启示十篇一百二七篇第三节里面讲 儿女是耶和华所给我们的赏赐 儿女是神的赏赐 赐给我们 叫我们做管家 所以第一条 我们要注意父母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是管家 不是主人 我们不是儿女的主人 这是个管家 上帝把儿女托付给我们 让我们去照管他 我们是尽了管家的责任 而不是做主要这样就那样 儿女 我们对待他 我们并没有权柄 决定他一切 我们只能够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管理他们 来教导他们 保养他们 好让他们能够成为人 特别成为个基督徒来荣耀神 所以这很重要 是管家而不是主人 这是把我们身份确定了 就免得弄错了 今天很多人以为做父母就说 儿女是我的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那么这点是第一要记住 是管家而不是主人 第二 我们对儿女的态度是带领他 而不是代替他 这也很重要 许多做父母人溺爱儿女 什么都替他做 这不是圣经的意思 圣经叫我们带领他 而不是代替他 这个带领和代替有什么不同呢 我在学校教书 在中学是教国文 在大学是教哲学 特别是教国文的时候 叫他们写作文 写作文 这个作文 那些中学生写的作文 有人说的好 一个中国中学老师做了十年老师之后 他什么文章都不会写了 因为一天到晚就看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 看多了 学生的文章你要改 但是你就会发现到 改很花时间 改他文章 因为你要保留他的意思 把它不准确地改了 不合适地改了 需要增加的加 需要减的减 这很花时间 你会发现 你去改一篇作文 不如提他做一篇快 你提他做一篇干脆利落 很快 很省事 但是你要调改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你如果提他作篇文章 他永远不会进步 提他改才会进步 保留他的原作的意思 然后怎么样表达那个意思 这是老师的责任 替他改出来 所以每一次改作文 做老师都摇头 那些文章是通非通 实在很辛苦 看也麻烦 看多了实在是不舒服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你的责任 你要替他改好 同样道理 父母也是带领儿女 不是代替他 你要带领他做人 不是代替他做人 你要代替他 他一辈子都不会做 就带领他 教他做人的时候应当注意什么 做事应当注意什么 读书该怎么样读 不是你替他读 你教他怎么样读 所以这个是带领儿不是代替啊 就是启发性的 启发他 把他心中那个智慧的火花点亮了 你晓得英文里面 这个education 教育叫做education education这个教育这个字 在拉丁文什么意思呢 在拉丁文是两个字合起来 一个是出来 一个是吸引 把他吸引出来 就是education 教育就是吸引出来 把他里面那个智慧吸引出来 人是上帝造的 造造上帝的形象造的 多少也有神性在里面 不管他信不信神 多少都有 因为他是造上帝形象造的 那么人的里面有智慧 这老师 一个最高明的老师 就是把每个学生里面心中那个智慧 那个火花给点亮了 让他能够燃烧起来 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是把里面的潜在的力量把它发挥出来 这是成功的教育 父母也是这样 我们是带领儿女 而不是代替他 懂得这一点 你会省事很多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也晓得你这个方向是对的 不会弄错了 教导他 带领他 不是代替他做 这很重要 很多做父母人一直在那溺爱儿女 什么都替他做 有的女儿一点家事都不会做 到了结婚了 赶快恶补一些 回去到他婆家去 要去下厨房了 你平常为什么做母亲不教他呢 你替他做 他乐得你替他做嘛 所以很多人讲 妈妈很会炒菜的 女儿都不会 他乐得吃现成的嘛 这都错误 这种做母亲的人是失败的母亲 原谅我讲 所以我们要有带领 代替 不是代替 第三 是做榜样 不是瞎置 彼得前书五章三节里面教导做长老的人要牧养羊群 是带领他 不是瞎置他 不是逼他做 真正做父母人是做榜样给他看 而不是下命令 你这样做 那样做 是种榜样 而不是瞎置 这非常重要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 我本人是做中央社的记者 我在做战地的记者 我那时候注意这个世界战局发展 那时候美军有一个将军叫做巴特将军 第十军如果记得不错 到最后打到柏林 盟军包围德国的时候打到柏林 过莱因河的时候 德国军队很强 守住莱因河 桥头堡站住了 很难打进去 美军死了不少 不能攻进去 结果这个巴特将军怎么样 他是军长 他是个中将军长 他全副武装跟士兵一样 第一个跳下水 跳下河 游到对岸 对岸有很多机关枪摆在那扫射 他居然给你游到对岸 然后再游回来 做给你看 我是军长 我身先士卒 我下河了 打到对岸再回来 再一回来之后 所有士兵没有话说 统统跳下去 游过去了 这一下子就把莱因河占据过来 后来打进了柏林 那是美军先进柏林的 那就是这个巴特将军 所以你就看见 这叫做带领 这叫做榜样 做榜样给你看 你不是单单发号施令 今天做父母人常常之会发号施令 去做这个 做那个 你自己都没有榜样 你叫小孩子诚实 你自己做虚假的事情 他怎么会诚实呢 你叫小孩子好好去用功念书 你跑去打麻将 你去玩 那你怎么能够教导儿女呢 所以这个榜样是榜样 不是瞎置 更要紧就是 身教重于言教 这个做榜样就是身体做的教导 重于言教 西方人常常讲 行动所说的比话语响亮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 这action 行动 speaks louder than word 他说的话比言语更响亮 是很有道理的 第四 要是多多代道 少啰嗦 做父母 特别是做母亲 哎呀 啰啰嗦嗦没完 要这样那样给儿女都烦死了 你要多祷告 少啰嗦 多向神求 少向人要 你要求你儿女很多事 他就听得不耐烦了 你为什么不去祷告 你用祷告代替啰嗦 这不是很好吗 这点做父母都要注意啊 你光讲的口干舌燥 他也不听听 你跪下祷告 神听了 神一动功 你的儿女也会相信 也会接受 但是要紧的是 你们都要信主 上帝才有办法 你不信他 他怎么动功呢 你们全家都信主 上帝就好办 这是很重要 第五点 是交棒 而不是丢棒 这个交棒 一代代交棒 你要把你的事业 一切 是你的事奉 教导儿女怎么样接替 接替下去 承接你这个职务 是交棒 而不是丢棒 什么丢棒 丢下 随便丢在那 他怎么做不管 这是不负责任的父母 交棒应当清清楚楚地训练他 教导他 栽培他 能够指导他 让他能够承接这份工作 这西方人有一句话很值得参考 他说到一个人 他懂得训练他的同工或者部下 训练到一个地步 把他训练成功了 能够取代我的事情了 我失业了 等到我训练他 代替我 取代我的地位 我失业的时候 就是我成功的时候 这是何等不自私的想法 看法 我训练对方 能够取代我的地位 我失业了 就是我的成功 这是因为真正的交棒 交下去了 今天很多老年人不会交棒 就丢棒 把棒丢在那 那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父母也是这样 有的父母信了主 也侍奉主 但是儿女他就不会训练他 许多做牧师的家庭里面 儿女甚至不信主 不要讲儿女去侍奉了 很多牧师的家庭 儿女不肯信主 就是信了也不肯再侍奉主 去念神学 不肯 也许他看怕了 或者生活的艰难 或者父母的没有榜样 或者教会对他们的不待不是恩待的 种种刺激是他 有的信了也不愿意再侍奉 这都是我们的现实环境的一种光景 这是一种非常在神前 非常对不起神的事 所以我们做父母应当注意 是交棒而不是丢棒 还有 第六是自求多福 而不是自寻烦恼 做父母到年老的时候 要自求多福 不要自寻烦恼 什么自寻烦恼呢 常常在儿女的事情上 查查为名 查是警察的查 查查为名什么意思 小事注意的不得了 好像很精明 管这个管那个管的太多了 你未必管太多闲事 原谅我讲 会不会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管太多了 不需要那么查查为名 而且势必公卿 大致孝顺 你一定要自己做 这个就是不懂得自求多福了 已经结了婚了 应当让儿女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让他们自己去自立 去过他们独立的生活 你不要介入他们 去自讨没趣 这是很要紧 自求多福 而不要自寻烦恼 我有八个儿女 四男四女 都结婚了 那么现在我们 夫妇两老 单独住在一个地方 儿女们住得很近 可以来往 但千万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有自己的家 做儿子娶了妻子 媳妇有媳妇的一套自家的方法 我们不必介入 她有她的兴趣 我们应当尊重她 所以这是不要自讨没趣 不然的话呢 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婆婆到了媳妇家里面 就自认为是家庭主人了 我常常警告我的妻子 你到了儿子家和女儿家里 记住你是个客人 你是个客人 不要弄错了 以为说我是做妈妈 我可以做主 一个厨房里面 如果两个家庭主妇 起在一起 这个家庭一定出事情 这厨房一定会吵架 到底谁听谁的 所以这个 你到了儿子家里 媳妇做主 你是客人 你到了女儿家里面 那个女婿做主 你是客人 这要弄清楚 免得自寻烦恼 这是很要紧 第七是自乐其乐 不要自讨没趣 自乐其乐 不要自讨没趣 好多时候你会介入到家庭纠纷里面 儿子媳妇一吵架 你出来了 你就替儿子讲话 骂媳妇 这里是介入到他们中间去了 夫妻吵架 让他们去吵 不要第三者介入 你不要做那个第三者 不然就是自讨没趣 你要自乐其乐 自乐其乐 那么我给你举例 我的岳母很会做人 有时候我跟我妻子年轻时候 有时候吵架了 吵架的时候我岳母来 从来不是责备我 都责备她女儿 她是懂得做人 她在我面前责备她女儿 没有说我一句坏话 那我也不好意思了 因为夫妻吵架 总是双方都有点错了 那么我的岳母 她就懂得责备她的女儿 她没有责备她的女婿 这是她的智慧 懂得做人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介入 自己那些子女中间的争吵 而且主观的偏心 在那边做了一些溺爱的事情 这是自讨没趣 这是自寻烦恼不好的 那么第八呢 是经验的传授 不要以老卖老 这跟老人世界有关系 是经验的传授 今天做父母人 应当把你的生活经验 工作经验 好好的传给下一代 经验传授她 帮助她 胜过环境的艰难 解决一切生活的问题 特别是在信仰方面 要坚定信心 必须从小把他们带到猪里面去 所以家里面有的小孩子 从小就让她上主日学 然后慢慢从少年团契 青年团契 抗力团契 老年团契 一直上来 这个人一生蒙神的保守 是有福了 所以你要真正爱你的儿女 最要紧就要把他带到猪里面去 D.L.Mudy 在美国有一个穆迪先生 十九世纪一个波导家 他实在是大重用的 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 可是上帝重用他 他一生大概结了一百万以上的果子 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人 那么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 一共他们家里有九个弟兄姊妹 他父亲又死掉了 这个寡母把他们带大 很了不起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我不替撒旦生儿女 我不替撒旦生儿女 这什么意思 就是他假如生个孩子出来 不信上帝就是信撒旦 不信耶稣就是信魔鬼 所以他说我不要替撒旦生儿女 那每一个孩子生出来 越快越早的把他带到猪里面去 那是有福了 让孩子越早的得救 越快享受天父的爱 也得着圣灵的引导 一生一世 做父母可以说不要烦恼了 有圣灵保守他 有神的祝福与他同在 这多好呢 所以这是很重要 是经验传授不是以老卖老 不要以老卖老 觉得我怎么了不起 你不过就是把上帝给你的那些经验 告诉人而已 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 没有可夸口的 做父母也是蒙恩 儿女也是蒙恩 我们大家都是蒙恩的罪人 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的盼望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应该归荣耀给他 归感恩的心给他 那么这是第八了 第九呢 就是安于现状 不要不甘寂寞 特别是父母年老的人 老伴儿死了 剩下一个单身的 那么年老人精力有限了 应当把精力好好用在度余下的光阴 多多来荣耀神使人得一处 教导儿女帮助儿孙 这才好了 那么有人到老的时候 老伴儿丢掉了还不甘寂寞 还要去找一个少爱 年轻人来续弦 这个实在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 老年精力有限了 应当把精力集中起来 做最有用的发挥 那就是说多多带领儿孙 来信主 爱主 侍奉主 这是真正的积才在天 这是真正的将来得到赏赐 国度里有赏赐 这是老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就算不要浪费自己的精力 再去娶个年轻的太太 那没有两年三年就死掉了 这个是花不来的事情 所以要记住 安于现状不要不甘寂寞 这是很重要的 第十就是要分享主的恩典 而不是偷窃神的荣耀 很多儿女有成就了 那就常常觉得自己很满意 自高自大 这是我的功劳 这是我的辛苦 我跟我们夫妻两人 几十年辛辛苦苦把她带大 不错 你如果不信上帝 你会这样说 我的母亲 活到九十一岁去世 她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 老姊妹 当她不信主之前 常常这样讲 你三岁没有爸爸 是我辛辛苦苦把你带大 世上是如此 可她等到她信了主之后 她从来不这样讲 她说你虽然三岁没有爸爸 上帝还顾念你 让我能够活下去 能够把你带大 都是上帝的恩典 她贵荣耀给神了 我自己有八个儿女 感谢主 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而且都很孝顺 实在很孝顺 而且他们都能在教会里 侍奉多少都有点恩赐 现在他们带职业的 或全时间侍奉的 有好几位都在做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但是我们不能够归荣耀 给自己说 这是我的本领 这是我的功夫 这是我的栽培造就 把他们养大 不错 按人看是这样 但是请问 如果神不给你机会 你能够做到吗 神不给你健康 你能活下去吗 都在神的手里 不在人的手里 所以要分享主的恩典 不要偷窃神的荣耀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我非常喜欢 泰戈尔 就是印度的一个哲学家 他的诗我很喜欢 他有首诗讲到 每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都带着一个上帝的信息 来荣耀上帝 来荣耀上帝 来报答上帝 我们祷告 感谢天父 我们今天学习做父母人 怎么样子 教养儿女 怎么样自己对待自己 特别是年老的父母 应当如何 自得其乐 自得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 学习把经验传授给下一代 来荣耀你的名 谢谢主这样带领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